全國大選腳步逼近 國內政壇再先波蘭 前首相敦馬哈迪醫生 今天宣布 聯合多個馬來政黨 以及非政府組織 正式成立祖國行動聯盟 一起出戰大選 對抗武統 敦馬強調 新馬來聯盟的出現 不是為了搶奪 非馬來人的財富和權力 而是為了恢復土著的地位 帶領巫裔族群走向正軌 對抗武統 指出祖國行動聯盟的創立 旨在捍衛烏義的權益 同時解決馬來人面臨的 貧富差距等等難題 他也補充 這個新聯盟只接受烏義 穆斯林參與其中 並不是要分裂人民 相反的只有創立 以馬來人為基礎的政黨 才能夠專注對付 已經乖離初衷 誤入歧途的最大馬來黨巫統 目前這個新聯盟 包括祖國鬥士黨 印譯穆斯林 國民聯盟政黨 土權黨和伊斯蘭陣線 另外 也有百多個非政府組織 有意加入祖國行動聯盟 但是由於數量太多 日後需要召開會議 進一步商討